第一千二百八十六集 信不信随你 反正我姐夫一家人已经买好了票 打算去旅游了 我也打算去海边玩玩 不管怎么说 必必是没错的 而且更重要的事情 你还不知道呢 瘦子说到这里声音再度压低 还有什么更重要的事情啊 老胡啊 你就别卖管子了 你快点给我讲讲 到底还有什么内幕 胖子问 哎 我说了 你可千万不要向外谣传啊 瘦子把声音压得很低 他四下看看 看到没有人注意到他们 他这才神神秘秘地说 我听说呀 已经发生了大规模的死亡事件了 你不知道啊 军区总院那里已经死了几百人了 尸体全部被火化了 而且官方严禁这件事情传出去 有些医生已经偷偷地跑路了 你是不知道啊 这一次的事情是有多严重 老胡 老胡 这 这是真的呀 胖子吓了一跳 在瘦子生情并茂的演说下 这件事情 他已经信了八分了 而且一想到已经死人 他就感觉到可怕 你看我像骗你的样子吗 瘦子做出了一副生气的样子的 我们两个是老相识了 啊 认识的时候不短了 所以有最新的消息 我第一时间就找你了 可你竟然不相信我 不不不 老胡 是我不对 我不是不相信你 只是这件事情 你说的太诡异了 我有些接受不了 哎呦 胖子抹了一马脑门上的冷汗 说真的 一点也不夸张 据内部的消息说啊 这次的事情 比非典那次还要严重 上面派了几个专家组来 愣是治不好一个感冒发生 发烧 你不知道 有个人最后都成了干柴了 死的时候吐了一床的血 哎呦 那场面 那真的是瘆人呢 你 可是 可是 可是新闻上 为什么没有一点消息传出来 胖子脑门上的汗更加的多了 瘦子的话让他 不由的不相信 但他还是抱着最后的一丝侥幸 你傻呀 现在我们的官老爷们 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他们率先逃跑 而且我们这里的人多啊 如果真的把消息传出去 那还不乱了套了 所以他们把消息给封锁了 哎 不说了不说了 不能多说呀 不然的话消息传出去 我怕是要被请去喝茶咯 瘦子边说边摇头 胖子想再多问些内幕 可是他就是咬紧牙关 一句话也不说 最后的结果就是胖子结账 临走的时候 瘦子还再三地叮嘱道 哎 胖子 我们关系好 所以我才把这件事情告诉你的 但是你千万不要说出去 真的传出去的话会死人的 你可千万不要害我 哎呦 老胡 你就放心吧 我谁也不说 我知道这件事情很严重 我把我的家人安排走 然后也出去躲一段时间 找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呆呆再说 那行 你去吧 我也得赶紧回家了 记住啊 千万不要说啊 瘦子再三地叮嘱 然后他走了出去 开着车离开了 看瘦子走了 胖子也是拿起自己的衣服 就向外走 他一边走一边拿出手机 喃喃地说 哎呦 这不行啊 我得通知而救他们 还有老婆的一大家子 八姨也得说说 哎呦 得让他们都到外面去躲躲去 这太可怕了 这真的是太可怕了 他一边拿出手机 拨打电话 一边向外走去 叶浩轩冷笑了一声啊 看来还是有些势力 一直潜伏在华夏内部 都解放这么多年了 国外的一些反动势力 还是潜伏在这里造谣声势 他两口 把自己碗里的粉给吃完 然后马上站起来 拿出手机 拨出了一个号码 这个号码是隐藏的号码 是特勤局专用卫星频道 拨出去以后 先是响起了一阵盲音 说是查无辞号 但是这个盲音 是为了防止一些人误播才设定 耐心地等待着对方 嘟嘟响了数次 一个女声终于响了起来 你好 0211为您服务 请输入全新密码 叶浩轩输入了特勤局 特定的密码 确定了叶浩轩的身份以后 对方党 很高兴为您服务 编号为080的长官 请问有什么事情吗 刚才这里有反动分子 在这里造谣声势 我估计是反华实力 你现在配合我的工作 追查一下一个 车号为月 XXX号的号码 另外 我跟前的这个人正在打电话 他是受害者 把他的电话给停了 然后马上派人 找他做思想工作 叶浩轩道 好 请稍等 声音停顿了片刻以后 再度响起 已经按照您的吩咐去做 如果有什么需要 可以随时拨打电话 祝您愉快 再见 挂了电话以后 叶浩轩长长地 输出了一口气 现在的有些势力 就是四处的散播谣言 刚才那个手子 他就是引起胖子的好奇心 然后故意的把事情说得 极其的严重 达到散播谣言的目的 这就跟网上的一些地狱黑一般 不管是哪条新闻的评论下 都会出现一些某地人垃圾 某地人怎么怎么样 然后引起地狱之间的口水大战 其实这个发评论的人 完全就是一些反华势力搞出来的水军 明智一点的人根本不会理他们的 但是今天那个兽子 是绝对的有问题 虽然不能确定他是某些组织的头目 但至少他的身份是不一般的 因为从他说话的水平上就能看得出 这家伙做事老练得很 所以叶浩轩觉得 有必要跟上去弄清楚 对方的身份再说 就在这个时候 前面那个胖子拨不出去电话了 他看着自己新买的水果手机上 没有一点信号 他喃喃地说 这这见鬼了 这这怎么没有信号了 我靠还水果呢 我花了六千大洋的 要不要这么垃圾 正在胖子抱怨的时候 一辆黑色的轿车停在胖子的跟前 两名黑衣人走了出来 他们一左一右的站在胖子的跟前 怎么 你们干什么呀 胖子吓了一跳 这两人的打扮太整齐了 一身黑色西装戴着墨镜 看起来十分的苦 就跟黑客帝国里面的人一样 我们是安全局的 有些事情需要找你们了解一下 其中一人亮了一下证件 不等胖子有所反应 两人就一左一右的 把胖子驾着 然后驾到了车里面去 车子呼啸而去 叶昊轩笑了笑 他拦下了一辆出租车 然后调出了手机上的专用追踪软件 之前他打的电话是特勤局分布的 特勤局虽然是天宫六部中 占领最差的 但是却是情报网最强大的一个部门 这个部门有很多专用的卫星 专门为特勤局服务 不管你在华夏哪个地方 只要你有足够的权显 有对方的一点资料 特勤局强大的计算机 会马上按照你的意思追踪到对方 刚刚瘦子开着车子 他根本一点也没有意识到自己 其实已经被人盯上了 他一边开车一边哼着歌 就在这个时候 他的微信响了一下 他拿起微信看看 然后发出了一条信息 按照指令 在各大社交网上发帖 微信是特殊加密的 而且这种微信越后几分 即使是在服务器上 也找不到一点 关于微信的信息 又有好戏看了 瘦子哈哈一笑 他哼起了歌 哥们儿 你这样跟踪着别人 是不是不太好啊 司机按照叶好轩的意思 去跟着瘦子的车 但是这个司机一看 就是一个老实人 他觉得这种做法 有些不妥 在家前 叶好轩拿出了两百块 放到了出租车的台上 他目不转睛地 看着前方的车子 看在了前的份上 司机咬咬牙 他提了一点车速 与前面的车 还是保持着相等的距离 因为如果保持得近了 对方有可能会察觉 对方一旦察觉的话 主手的鸭子可就飞了 一直跟着瘦子 来到了郊外的一个 半倒闭状态的工厂前 瘦子把车子一停 然后走了进去 叶好轩付了车资 然后拿出手机 给当地特勤局的行动小组 发了一个指令 他便向工厂那里走去了 越地是沿海的地区 这里的工业十分的发达 而且这个地方是一个工业区 不过是早期的工业区 因为工厂跟不上转型的脚步 再加上经营不善 所以说这个工业区里面 好多的工厂 都是处于一种半倒闭的状态 眼前的这个工厂 其实完全就是一个倒闭的状态 只是门口有两个保安 看着门的 老胡停好了车子以后 就走了过去 叶好轩走到了工厂的门口 两名保镖马上警惕地 站起来看着他 什么人 干什么的 哦 我是找工作的 请问你们这里还要人吗 叶好轩做出了一副询问的样子 这种工业大神 好多人 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套生活的 因为这里的工业发达 工厂多 所以说 一些文化不高的年轻人 都来这里 打工 找工作 有些地方需要人的话 厂门口会直接贴上招聘的信息 不过 这个破败的工业园里面 说真的呀 是没有什么人 发布这种信息的 这里不要人 你到别处去看看吧 其中一名保安挥挥手 有些不耐烦地说 哦 是这里啊 没错 我朋友给我的地址 他说这里的待遇不错 一个月有四五千呢 叶浩轩装模作样地 看了一下手机 他没有要走的意思 你怎么这么多废话呀 我说这里不招人 就是不招人 赶紧走 不然的话 我叫人把你赶走了 保安不耐烦地回归手 他把门窗一关 大哥 我知道 有些地方是内部招聘的 一般来说 待遇好的厂子 不是对外招聘的 我想知道 这里是做什么的 叶浩轩还是不死心 他前上去好奇地说 少问 多看 找工作 没有你这种找法的 一名保安点了一根烟道 你没看这个工业区 都是老工业区的 啊 半倒闭的状态 根本就没有人 你来这里干什么 和西北风啊 走走走走 早点到别的地方去 这里是真不要人 你不要浪费时间了 大哥 不要人就算了 我们交个朋友吧 现在不要人 迟早有一天 这里会要人的 叶浩轩笑呵呵地说 他拿出了两包 中华给递上去 哎呦 嘿 你小子挺有意思啊 一名保安毫不客气地 接过了叶浩轩手中的烟 放在了手里 然后把烟拿在手里 翻来覆去地看着 哎 真家伙呀 哈哈哈哈 两位大哥呀 我是听说这里待遇好 我找工作也有好几天了 身上没啥钱了 你就 行行好 叶浩轩笑道 哎呦 这里是真的不要人了 看在烟的份上 保安的态度好多了 他吐了一个烟圈道 但是这里面呢 确实是有事做的 可是这些事 怕你是做不了 我能吃苦 有什么事情 我都能干的 叶浩轩心事淡淡地说 这里面的工作啊 可不是要你体力劳动的 保安看了叶浩轩一眼 互联网 懂吗 就是玩互联网的 年轻人应该知道这些吧 哦 互联网 在这种地方 叶浩轩有些吃惊啊 的确 现在自媒体的发达 催生了一个又一个的 文化传媒公司 可是公司的总部 一般都不会设在 太偏僻的地方 但是这个地方 根本就是一个 半倒闭状态的工厂 在这里玩互联网 如果说没有一点鬼 那真是打死叶浩轩 也不相信 哎呦 小子 你别看这里破烂 但是我告诉你 这里 少说电话 另外一名保安 打断了年轻保安的话 他看了叶浩轩一眼 道 哎呦 这里是需要 有内部人介绍的 如果没有 就进不去 而且 现在也不缺人 你还是在等等吧 哦 那 好吧 叶浩轩看从这两个人嘴里 实在是问不出什么来了 他只得点点头 转过身 就要离开 啊 两名保安舰 叶浩轩转身了 他们便放松了警惕 可就在他们刚刚放松警惕的瞬间 叶浩轩猛的一个转身 两根银针 羞羞的刺入了两人的脖子里 叶浩轩的针法刁钻 准的不能再准了 所以他这一发出去 两个人的身体蹬时 就变得有些僵了 他们的身体软趴趴的 就向后倒去 叶浩轩迅速的冲到保安室 然后扶着两个人 把他们的身体姿势摆好 在远处看呢 这两个人 就跟趴在桌子上 玩手机差不多 安置好了保安室的一切 叶浩轩走进去 厂子里面安装的摄像头很多 叶浩轩打开手机 手机特制的功能 可以自动扫描 周身的摄像头 他每到一处 都小心翼翼地避开了死角 在某一个地方 监控多得出奇 叶浩轩冷笑了一声 他收起了手机 然后微微地提起 他迈开大步 迅速地从那两排监控的正中间溜进去 他的身形极快 就像是一流青烟一样 蹭的一声 就滑进了一个厂房里面 厂房里面空空如也 里面的机器早就搬空了 搬得一杠而尽 就算是有些没有搬走的 上面也覆盖了一层膜 而且上面落了一层厚厚的灰 看得出来啊 这里已经很久都没有人来过了 神石在里面扫了一圈 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地方 叶浩轩在此闪到了另外一个厂房里 在这里同样没有发现什么特殊的地方 叶浩轩觉得这个老胡啊 一定是有组织的 现在有些时候 看着一片风平浪静 但是国安部门暗地里 可是没少跟国外的一些势力各种私 叶浩轩觉得自己好歹 也是特勤局中的一员 既然是遇到了这种事情 那么他就不能袖手旁观了 留到了一个仓库前 叶浩轩发现这里有些问题 他迅速地打开仓库的门锁 然后走进去 什么人 刚刚敲开门锁 身边便传来了一个声音 紧接着一条人影出现 他右手一伸 较像一个报警器上按下去 叶浩轩右手一甩 这家伙扑通一声倒在地上 身体变得僵硬 他哼都没能哼一声 便一动也不动了 这也是一名保安 而且在他的身后 还有一个保安室 这个保安室同样是两个人值班的 而且里面是充当监控室 这里有着全场的监控 叶浩轩切了几下画面 摄像头从外部摄像 转到了内部的摄像 看到眼前的情况 叶浩轩不由地吃了一惊啊 只见 在仓口的下面 俨然是存在着一个小小的情报部 里面像一个极大的办公室 大约有几百人 每个人的跟前都放着一台电脑 这果然是一个反华势力 营造出来的地下窝点 这里有水军 有段子手 也有网络推手 现在网络上大部分的负面新闻 都是这些混蛋们传出去的 这些人是存在着一个小小的情报 这些人是存在着一个小小的情报 这些人是存在着一个小小的情报